還有教育事宣傳 就是霸凌在校園裡面 會有時候會發生 我們會試個和平 然後卻常常聽到笑聲的校園 因為我們發現 在教室裡或是 在校園 常常會有出現同學用屍體霸凌 或是羽羊霸凌 對待同學或是威脅 然後我們不希望再看到這個事情發生 所以想要把...就是讓校園回歸和平 畫漫畫然後我的另外一個夥伴是做scratch 就要讓那個...就是同學可以知道關於霸營的知識 所以校園不和平帶給你怎麼樣的困擾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有的時候大家就會叫我不要去理學 或是不要跟誰玩 那感覺...很不舒服 因為我沒有想跟這個人玩 可是...可是我又怕說 如果我跟那個人拒絕他又會不理我 所以就是很困擾 讓他們能...玩知識問答 那...我希望可以讓他們的知識增長 不要...不要再去...對同學有霸凌的現象 就是...做一個問題然後下面給幾個選項 然後要他按...要他按那些...要他按按鍵 他們知道遇到...就是在霸凌...遇到霸凌或看到霸凌的時候 那時候...你該做什麼...或者是不該做什麼 有一個小女孩然後他就去學校觀察... 觀察那個校園的問題 發現那個校園的問題很大 然後他就跟他的助理一起...一起做海報然後宣導 然後這個校園就變回很和平的 因為...我的興趣是畫畫 然後...我...可以藉由畫畫 然後...然後又讓別人知道霸凌的知識跟定義 然後我覺得很開心 我覺得最困難的是...因為...在設計Scratch的遊戲之前 我原本不知道該怎麼...編寫程式 去網路上查了一下子之後 才...知道程式該...問答程式該怎麼寫 完成Scratch 工作了這麼久終於完成了 就覺得很開心 同學不會在...不會在...就是... 關係霸凌 然後...然後同學都可以一起玩 然後...老師就不用再一直處理 不然老師這樣會很累 希望這些...希望同學可以就是... 快快樂樂的來上課...和學習 不要...不要受到...無當的對待 而...讓...來...而不想來學校 了解霸凌到底是什麼 不要亂說...不要亂說別人就是霸凌他 嗯...也不要去霸凌別人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